拍了嗎?不要緊 感謝過去和未來所有曾經為過人類健康付出過任何知識的前輩 無論各族的人,我們都尊敬他們 首先大家講一個問題,誰知道中醫有多久歷史? 舉手 即是有中醫這個名詞,開始說有中醫存在了,有多久歷史 除了中醫之外,還有什麼是代表中醫的 因為中國衣術是很特色的,還有哪種名詞是屬於中國特色的 一說就說這個代表中醫的 你回去睡覺吧 中醫術有幾百種,怎麼可以用一種衣術來代表經驗? 應該比較濫用一些 現在先介紹一點點 因為中醫要介紹一點點 第一,中醫最早的就叫奇王之術 就根據皇帝內經,奇霸和皇帝對話 所以叫奇王之術 到三國時代,有一個叫董鳳的醫生 他醫人是不收錢的 但是他收少少禮物 他的禮物就是你拿兩棵銀墨,那些杏樹的樹苗 種在我後花園 因為越種就越多 種到周圍屋,隔壁所有前後都是有杏樹的 所以叫杏林 聽過,杏林各首 所以杏林代表是中醫的醫生 另外代表中國醫術就是清狼之術 即是一個青色的背囊 就涉及華陀 華陀就跟曹蘇說很深的 你的頭痛,我要切開你的腦 切開你的頭蓋,幫你治 曹蘇說你這麼誇獎,想害我 那就要拘捕他 然後拿他斬頭,他就走路 走路就拘捕他回來坐牢 坐牢 臨到行刑之前 他那個清色的包 就有很多醫書 就留下了給那個獄卓 那個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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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了一部分出來 就給回政府 就留下了部分 就拿走 那就留下了華陀的衣術 所以是及中國華陀的衣術 所有叫做清狼之術 就由華陀引起一個源流 第四個形容中醫的 大家都聽過了 有時候你去過中醫部看到的 玄狐濟濟 有沒有聽過 誰知道為什麼 胡佬 胡佬當然是胡佬 胡佬還有故事 但他那個壺是用茶壺的壺的 不是用胡佬的壺的 是誰人搞出來的 又什麼背後 又叫做玄狐濟濟 這裏就補充講了 在漢朝有個廢牆房 他是很清淡的 小小修道的人 變成沒有東西做 就經常在街上走來走去 他走到一個市集仔 就見有個老人家 就幫人看病 他在旁邊就掛了個胡佬 掛了個胡佬在這裏 那個胡佬比我們普通大一點 他看完一個病 他手在心裡 就拿些藥出來 就給人 他離遠 看他 胡佬這麼小 手伸得進去 那就變得很神奇了 如是者 他找了一天 但沒有收人錢 就很尊敬他 看病 第二天 就自己買些酒 買些美好的食物 就去孝敬這個老人家 那老人家很開心 開心之後 他說 你明天再來找我 他明天就去 一去 他就被這個老人 這個長者 牽著手 和他一起 抓去跳到一個胡佬裏面 另外有一個景象 非常人間鮮恐 在那裏住了十天 這個老人家 就教了他很多衣術給他 十天內 就教了給他 這個叫廢牆房 大家上網搜尋 好 到他臨走的時候 十天後 這個長者 就叫他在長角裡 拿一支棍仔 他說 你坐在那支棍仔 就走回家 他說 他要去拯捕他 他要去拯捕他 他帶了一支棍仔 那麼細小 知道怎麼坐 他說 你不要管 你坐在那支棍仔 坐在那支棍仔 一出來就回家 他很理會他媽媽 都滿頭白髮了 子女就長大了 他已經十年了 十年 他在那裡蹲了十天 但他已經十年了 他就留下了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商前 非常防 在曼聯醫了很多人之後 他失蹤了 就說 他這個老人 這個老人家 你來接他一起 走了之後 他失蹤了 是沒有死到的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這個就是我們 只是講中醫的原流 中醫呢 那個正式的名稱 開始不超過二百年 不超過二百年 就由一百二七年 在鴉片戰爭之後 一百二七年的時候 有西方人來傳教 他來傳教 就很習慣用個醫術 去醫人免費 順便就傳教 有個眼科醫生 叫做國書雷 是中印度公司的 建了一間醫院 免費幫人治病 有醫癌 然後就傳教 但傳傳下 在中國 他們的教廳 就傳開了 跟政府拿很多地 拿很多地 再建了很多醫院 之後就收很貴 現在香港的法國醫院 越搞越貴 當年中國也是 就是這樣 講了這裏 暫停 就要講一些源流 講西醫的源流 有西醫 大家知道從何時開始 中國衣術就由皇帝內經開始 就公元前五百年前 那時不是叫中醫 叫奇王之術 就是奇葩和皇帝的對話 好 大家明白 在這個公元前五百年前 是西洋的衣術就開始 是啊 由西洋的衣術開始 由奇葩拉加迪開始 他們就引用了地水火風的 當年 所以我就懷疑 當年 他那套衣術呢 是在我們古印度拿過去的 在我們古印度 那時候他都是用地水火風 和那些膽汁 黑的黏液 和黃的黏液 就是人的痰啊 血液啊 所以在當年二百五二千 這個公元前五百年前呢 這個衣術呢 和皇帝內經的衣術是共通的 我們是說金木水火土 他是說地水火風 好啊 這裡還涉及一個原理呢 就是說 譬如我們做研究啊 這個研究的學者 他研究的對象 是一樣的物件來的 或者研究的瓶 研究動物 研究其他的學科 那個研究人呢 和那個研究的對象呢 是多數不相同的 你研究那個杯 那個杯不是你來的嘛 一定不會是很少相同的 你研究對象 唯一呢 是研究衣術呢 你給你研究的對象呢 是相同的 因為你研究的是人來的嘛 就是說是人去研究人 就只有這種東西這麼古怪的而已 通常都是相對的 不同的 跟研究家是不同的 好啊 既然間你相同 就不應該分東方和西方的研究家了 東方的研究家是要研究個人 西方的研究 西方人呢 都是研究個人 那為什麼研究 搞搞搞搞搞搞了兩套東西出來呢 誰知道 有沒有人不知道 大家都是研究人 為什麼搞搞搞搞搞搞兩套東西分歧 就是由哪時候開始分歧 為什麼會分歧 為什麼會分歧 好啊 如果今天講呢 就比較微細一點 如果你對人看 大家都不是這麼認識啦 對走你來醫理的學問 來醫理的醫生 他所使用的學問 他所引用的學術 你都不少少認識呢 就很差大鑊的嘛 你都斷鼓 究竟對方 是不是這樣來 去跟自己 判斷自己的證 有沒有錯呢 是不是 是很差大鑊的 你斷鼓嘛 你相信他是不是 那為什麼會分歧 中西方在哪裡分歧呢 就在 公元二百年 又是同一時間出兩個人 在西方出了一個概論 他發明了 發現了 人體的杯胎殼 的解剖殼 首先 因為他發明了這個人體杯胎殼的解剖殼呢 他就追求了那個實證了 即是不是說把脈啊 斷鼓啊 看這個氣息啊 臉色啊 看一條舌 即是他一定 很實實細細 劏開個人體 所以他那時候設計的那個 人體杯胎 解剖殼呢 是最早的 是公元二百年 概論 為什麼就引導了呢 在西方的衣術呢 走去實證 還有在那個理念那個理性方面的 追求那個物理學方面的 在那個醫理那裏 在理學那方面 各樣呢 我要追求那個微觀的世界 啊 接著要追求呢 慢慢慢慢 在西方世界的衣術呢 由二百年開始有一個概論 在中國呢 就出了一個張仲景 同一個年代 張仲景呢 就出了一個雙航論 和金桂論 他兩本亮雪答案呢 有二百幾條方 就全部呢 他就不是用實證去看那個病人 看一個人 大家同看一個人 好 張仲景呢 就用那個是 我們現在 這個 中衣術呢 最長期的 就是那個辯證詩字 或者辯證論詞的方法 就是看這個症狀來的推理 好 由那時候呢 就開始分歧了 分歧落到來 在公義四百五十幾年 在西衣呢 是開始停頓了的 他進入了黑暗時候的一千年 中西古時代 由開始歐洲黑暗的時代 是那個神權控制 沒有得進步 閒萬神的事 大家看看歷史 西衣在歐洲 西方停頓了一千年 是進了歐洲一千年的黑暗時代 在那個時間呢 他由公元一百六十幾年開始有天花 那個天花是影響了羅馬帝國滅亡 去到一九七九年宣布全世界沒有天花時間 在西方世界少了十億人 少了十億人 好了 那是由到一四五十三年 一千四百五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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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四百五十三年後的一千年 開始 哥伯尼大家讀書讀過了 發現了那個日心論 即是地球呢 是繞著那個太陽運行的 那個日心論 接著呢 出了一個撒尼流斯 的大醫生 再創辦了一個全年的解剖學 那在西方世界的醫術 突飛萬盡 接著再進入到 細菌學 細胞學 更加進入了微觀世界 然後我們的醫術 去到亞分子的研究 跟著呢 這個基因的研究 是現在路呢 是發展得很快的 這個是西方世界的基礎來的 那他們都是追求那個實證 理念 即是很現實 各樣都要找到一個證據出來 去到一個很微觀的世界 希望 去看一個證據 好 因為他既然有個微觀世界實證的話 結果很多時候呢 就變成了裝陷了 拆了一樣東西出來 配個心下去 這樣搞出來的嘛 換了 即是換工具了 他微觀了嘛 你明白嗎 即是可以換了 看換到哪樣東西 換哪樣東西 找到舊膠 就代表骨頭 駁下去 因為好像傷陷了 他微觀世界 好了 在中國世界 在中醫的範疇呢 去到這個 張頌景之後 發展下來 在古代這個天花 中國比他們厲害的 很厲害 在宋朝開始的時候 唐宋都 又出了很多大的角色 在元朝出了個性偽的人 偽依林 發明了 跌斷骨呢 是原吊式衣骨的 不折的 即現在你們睡在床上呢 有之間吊著腳那裡 吊著手腳那裡 就是中國人發明 比西方六大年 多年我們中國的衣衣天花又怎樣呢 所以我們 中醫是救了很多人的 他 西醫是很後期才發明有牛鬥 在牛那裡感染了 在牛乳那裡拿出來 跟人種牛鬥 才能控制到天花 但中國當年天花呢 都厲害的 他將一個幻天花的人 那個小朋友 脫了一件衣服 就被一個沒有天花的小朋友穿著 穿著一會兒呢 就讓它感染了 之後呢 它就有那個抗體了 跟種牛鬥一個完美 是不是聰明啊 已經想到這個方法 然後呢 又可以製造到 在有天花的小朋友裡 然後呢 拿了一些出來呢 擺在鼻那裡 種那個鼻鬥 所以當年我們中國呢 有個斗局的 就是天花斗的斗局 有這個專門 但是他們呢 可以去到很微細呢 就是說 就是 不會 因為 一個小孩 就 同一個份量的 他看那個小孩 男女 就是高矮肥瘦 氣候 寒暑 然後呢 他配那個 藥給他用 衣服穿多久呢 都有限制 還有很多人跟進 那我下一節繼續 好啦 繼續說少少魚流 因為那個魚流 說不清呢 就大家 看那個中西很多矛盾 我們有了二百年之後 因為中醫一向呢 他在那個清朝 在歷代呢 出過很多名醫的 有孫師廟 有李慈珍 有葉天使 有吳督通那些 一路在明朝一路下來 有很多大野醫生 大家上網 分享傳統 每一個朝代 有很多名醫的 但是我還 因為當年 我們中國流行 有一句說話呢 不為量相 變為量醫 就是我讀書讀不成 欠不了功名富貴 做不到宰相 我就做醫 都是救人的 所以那個 那個精神是很好的 那一路下來 在中醫那裡 在萬青開始 由西方的學問來中國 在明治維新 涉及日本 明治維新之前 日本也是用中醫 明治維新之後 全部都推翻了中醫 推翻了 漢學 漢醫 全部都是用隱藏西方醫術 好了 在五四運動之後 因為那個 西方的文化 路來中國 每個人就崇洋 崇洋 後來 初初排斥 排斥西方學問 然後慢慢慢慢接受 接受之後 就要推翻中醫了 就是中醫不科學 最大理由是中醫不科學 就是推翻的 推翻呢 去到萬青 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中國第一個帶頭 反對中醫最厲害的人 大家有沒有哪個認識 我相信你們都應該不知道 因為比較冷門 他是姓愚的 不是人未愚 是愚快的愚 不要處身邊 愚愚 目字邊在愚難的愚 他是國學大師 蔡太炎的老師 1907年下班 80歲 1927年出生 很文明 蔡太炎的老師很厲害 他為什麼會反對中醫呢 他呢 他提 因為他那時候 他原本呢 就做到項林 項林偏修的 學問非常好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後來呢 他就在國公公庭到官場 得罪人 就曾國凡救過他 救回他 那麼他呢 就沒有做官之後呢 周圍講學 他學問非常好 他不是行醫的 他為什麼會反對醫生呢 他周圍在光節一帶呢 上海周圍好 那時候弟子三仙 他等於孔夫子 他就是弟子三仙 這個愚愚這個人 國學大師 因為他的老婆 他19歲結婚 59歲死老婆 他又怪醫生呢 醫他老婆不好 他感情非常好 兩夫妻 他好到那些感情如何呢 即是說如果老婆 大家 脫了一隻牙 他用個杯子再起他 不扔他老婆的牙 到自己脫了 他拿了自己的牙 他夾在一起 拿去撞了他 這麼過癮的 夾個孔仔 混在一起 牙都一起撞 他老婆還沒死 後來老婆死了很傷心 死了沒幾年 他死了個大兒子 他大兒子做同志的 在荷蘭 做官的又是 跟著呢 兒子 傳染病 依然不好 傻了 變成他認為他一生人 就被陰加山醫生害死 搞來搞去 搞到他這麼不開心 把那些怨氣呢 就發了在中醫的身上 就賴了那些醫生 那就 哇 找了那些書 樹了一本書 就叫做索僑辯引 就呢 就專對皇帝內經的 第一本 作句博弃皇帝內經 周圍講學呢 就要排斥些西醫 搞搞搞了一段風雨 搞到一九零七年 他死了之後 過多幾年 在一九一三年 第一次 中國的中醫術的災難 就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了 劉烈中醫案那個叫做 大家去看上網搜尋 叫做劉烈中醫案 就是說所有學科 六大學科 理工啊 什麼學啊 工程學啊 什麼學什麼學 都有學院的 是不可以有中醫學院 是不可以有中醫學院 國民政府 那就吵吵吵吵 吵到很大件事 有一些人呢 就去請願 去南京政府請願 請願之後 由余伯圖帶隊 當年那個教育部長呢 就叫做 洪大舌 是留學日本的 教育部長 始終呢 批不批給他 政府不可以 政府不扮這個 公家的中醫學院 拗贏了之後呢 他要消滅你 讓你沒有了個全城 即是斷了嘛 沒有人教 沒有學校教 那你就一代一代一代 你就會來咯 你只是想消滅了 沒有了個全城 就全部都在西醫學院的 後來呢 那就是余伯圖 你爭取到呢 就爭取到呢 可以讓你民辦 政府不辦 你民間辦 那容許就繼續辦 是19130 開始爭爭爭到 那時候 第一次中醫呢 做一個災難性的 就政府不扮 不兵遷辦 幾乎連你的學位都不承認 但你民間辦呢 就拿來備案而已 有你自身見滅 好了 那一路真理 一路拖拖到呢 大鑊了 去到1929年呢 正式大鑊了 由這個余伯園的徒孫 做了個余伯圖的徒孫呢 他姓這個人未余 叫余韻族 三字編在的理由我由我去族 他留學日本學衣的 十一年 從日本回來 他是蔣太炎的學生 提出了個方案 在政府上 廢止中醫 不是說流列中醫 他叫廢止 不准看證 不准賣廣告 不准掛牌 不准開檔 廢止中醫 所以 吵到很大件事 當年呢 行政院長呢 是汪精衛做行政院長 就支持這個方案 這樣對汪精衛是留學日本的 教育部長呢 那個朱文怡呢 又是留學日本的 是唯一孫中山 我兒子呢 就做立法院長的時候 就支持 要立案中醫的法案 即是在立法上是認可的 這樣就爭論了 行政院和立法院 大鬧到呢 在行政院通過了以往 行政院通過了廢止中醫 爭論了這麼大件事 爭論了這麼大件事呢 就想了個辦法出來 爭論了爭論了 不如這樣吧 擺擂台了 擺擂台 各有各醫 找些過往來看誰是厲害了 不要爭論了 我們在四大名醫院 北京那個孔伯華出來 就提出了 找了十二個病人在醫院 由你西醫去選六個先 選剩的你給我醫 即是一人選六個 那你知道 這個余文做呢 就是一回來中國之後 做了上海西醫學院的工會的會長來的 加上西醫 就選了十二個病者 他選了六個先 剩下六個 最差難醫的給中醫醫 又有傳染病 又有哮喘 有發高燒的那些 就給中醫這邊醫 從孔伯華去醫 很快就醫好了 西醫 他自己選了一個 認為很容易醫的 都不夠手快 贏了 贏了之後 就全中國軍動 在中醫界 因為他們 他涉及為何這麼軍動呢 如果你廢止中醫呢 那藥商都死了 沒有人買中藥 那個大差亡 那就變了很開心了 能夠生存了 影響了那些中藥 一定有人買了 那些藥材 那些藥材商都要倒閉 那些廢止中醫 但都未 講一遍汪精黎 他通過了 那時候 那個天幫我們了 真的有多少天機 汪精衛的外母呢 突然間患了利疾 窩到脫肝 那樣 不停 因為汪精衛是行政院院長 什麼醫生都找到 差不多全國西醫 什麼大醫生都來 全家都搞不定 好了 那時候 汪精衛是怕老婆的 他說 不給中醫醫 那老婆就不行 你說 我媽媽病 你不給我媽媽醫 那他一定要用中醫來醫 差不多 打汪精衛 就是陳碧君 那補了 你去死? 那他去死嗎? 那便搬了個醫生來 那他媽媽 那搬了呢 那便搬了呢 北京那個司金黎 四大名医之一 他和龚伯说 施金物就被陈碧君 方精卫太太的夫人 去他的家医 他妈妈 施金物 平时是一个 很低调 很谨慎的人 说话不会讲过浪 那些是悲思思 通常是这样说的 但他那次有点反常 他一看完汪精卫的外母 开了十剂药放下 正线头走了 他家人就问 那这算是怎样 十剂药之后那算是怎样 施金物说得很肯定 两剂你就不用肯 五剂你就吃饭 吃完十剂你可以周围跑都可以 周围走都可以 那就走了 那真是两剂只肯 五剂吃完饭 十剂好了 那汪精卫没东西说了 是不是没东西说 没东西说都没办法 因为胡诗又反对了 胡诗很差文明的 胡诗那帮人又反对了 因为他们要推崇去五四运动 全部要向西方学习 谁不知胡诗后面又弄了个病 全身水肿 异似糖尿病的水肿 就找了陆重康医治好他 他什么医生医不到 陆重康用过大王旗医他 过了关他不用死 所以就拗赢了 就拖到1936年 正姓色色就在立法院立了个叫中医的法案 就首次中国将中医这个名词 就摆了上国家的法律文件 即是有认可性的地位 即是我们香港 等于我们的Carmen CZ 即是这个名词出现了 中医 有宴法地位 1936年 很不幸 中医法案通过了 但是1937年 日本打中国 那就战亂了 亂了 这个方案就通过了 但是就没有发展到的 一直没有发展到的中医术 当年他曼清那一夜天使 何时真留下很多的医术 一直都继续在发扬光大 正式发扬光大在哪里呢 在1949年 毛泽东革命成功 成立了新中国 产产党统治中国 因为他们毛泽东多年搞革命 徐军的医生 多数都是中医来的 是吧 跟着到处走 很多那些中医生都是跟着搞革命 打江山的时候 变成了他们和中医很熟 收拾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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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骨 已经是有认识的了 去到1950年 这个余云族呢 死性不改 就整个方案出来 他就不是废止中医了 他就改造中医 他1929年提出废止中医 过不了 整了几件事 他这次呢 到新中国这些人 价值过去到官场 做到卫生委员会的委员 这个余云族 他再提出个方案 在共产党世界呢 他就改造中医 要所有的中医呢 跟西医学杂 又吵 那又吵 那吵到毛泽东呢 这个又是天意了 原來毛澤東有一年曾經落到天章工作 病到七彩五顏六彩 無法治療 所有醫生醫院都不治療 天章他再過一些落山東 就一個姓劉的醫生劉慧文 這個大中醫 就說主席叫你下面一人給我四毛指 他說那是什麼四毛指 你搞定就可以了 四毛指就撿了兩劑藥 那就好回來 毛澤東是一徐定音 改造中醫就不是了 要怎樣改造法呢 就不是中醫跟西醫學習 西醫就跟中醫學習 這樣就調轉了 所以後期學西醫的人 所以現在就中西合璧了 所以讀西醫一定要學中醫的 中國 但是很不幸 因為西醫學中醫就學不完 就是學不齊了 學不齊了 到現在呢 很多國內下來的人說認識中醫 他都是由西醫轉去學中醫出來 在中醫的醫術 他不是這麼精的 他是認識 但他不是精的 他就是學不完 但當年呢 在周恩來接見過 我們在中國上一個大的瘟疫 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搜尋的 葡富州的大醫生 大國醫 這個大國手 葡東的葡 輔助的父 姓周的周 那個人的相很漂亮 大家可以搜尋到 是救了整個中國的大的瘟疫 好了 因為 由毛澤東拍板之後呢 中國呢 才正式成立了五個大的醫學院 南京 成都 北京 上海 廣東 這些五個大的醫學院 一直發展到現在 發展到現在呢 因為他這個醫術 由西醫學中醫之後呢 因為毛澤東一徐定音 西醫跟中醫學習呢 令到中國的人呢 長命了很多 我們去到宋明的時候呢 只有五千多萬人而已 就這樣只有幾千萬人 在清朝呢 是兩億多人 在中國之後呢 中度呢 已經是四億人 就因為那個人 長壽了 七十幾歲 所以他 就因為他用的藥呢 用的中醫呢 西醫學了中醫 因為他去醫病的時間 很多症都醫到 變成長壽了 不用那麼容易死了 好了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統計 在二十世紀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的時代呢 在美國 現在就大約三億人口 做過手術通波仔 還有打架 鴿橋的人呢 是有一百萬個的 一百萬人 就平均用的錢 當年是一百五十億美金 那一年 零四年 好了 那個年度呢 中國呢 有十 有十一 二億人口的 但我們的過往呢 是只有十一萬人 相差這麼遠 其實理由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很多人呢 都吃那些救心丹啊 擔心啊 補心的藥啊 就算現在你在中國 你做那些通波仔啊 搭橋啊 或者擺個架之後呢 現在影響到呢 西醫都給你一些中藥的心藥吃的嘛 為什麼呢 就長壽了 就長壽了 好了 但是我們不可以說 說你去排斥那個 排斥那個 排斥那個 醫術呢 就是說 啊 西醫又不對 說中醫呢 就不夠用 中醫呢 說西醫不夠用 但是大家是錯的 因為我們研究的人醫的人呢 是同一個對象 最簡單 譬如說你在那個食道 力不夠 你中醫 你不知道他食道有沒有發炎的嘛 因為你沒有照到嘛 沒有尋到嘛 沒有尋到嘛 沒有那個眉觀鏡嘛 對不對 或者他有一顆東西生在那裡呢 但是西醫呢 就算你照到啦 你又不知道他那個食道那個 那個膠緊神經系統 那個經絡又沒有塞 因為經絡又照不到嘛 變成你這樣互相去推呢 就這樣推法來去矛盾呢 始終受難呢 就是你那個人嘛 就是那個病人受落海了 你兩邊醫術都不去看症 所以現在在我們 但是呢 在中國現在呢 就有個危機又怎樣呢 因為他西醫學中醫 他西醫為主 他再學中醫 但是中醫呢 用的時間很短 不得精密 那麼他出來看症呢 都為了方便呢 就自己的西醫的理念先走 啊 通常打了針 吊鹽水 做幾顆藥給你 就算了 再有什麼變化呢 現在自己都有一些中醫的學識呢 那就再調理一下啦 這樣就偏重了在西醫那方面 但是中醫呢 自己本身呢 又不三性了 就是真材實料的老師傅呢 很難找到好的徒弟 特別在香港呢 現在很多人開了很多中醫學院 開了出來呢 政府又沒有支持 那麼很多人學完之後呢 都沒有出路 因為你沒有實踐機會了嘛 所以那時候我有一集呢 就講過你 你應該將那些市政大樓 隔一些地方出來 開多一些中醫診所 或者西醫診所 或者發言所 一條龍服務的 你這麼多市政大樓 有些是丟空的 那你就等那些 讀完中醫學院出來的學生 開一條多人服務咯 現在又有互聯網了 那有什麼症狀不行的 就趁回去給大學中醫學院 問一下sir 那一件這樣的事情 怎麼看呢 但是應該我覺得呢 它中西醫是要綜合聯診的 就是要聯手的 就是要聯手的 但是這兩套醫術 跟我自己本身學的FIDA醫術呢 我可以大膽講一句 它兩套都在我們FIDA醫術的源流出來 所以在我們印度醫術 到現在沒有分開的 印度就是德國FIDA醫術的人 它沒有西方醫術 除非做手術 它又沒有這個說 這個東方醫術分歧沒有的 因為我們五千年 五千年嘛 與人為主 所以我們當年 我們就更加基本步呢 就說我們設計了一套儀家宮 就怕你最好令你不要病 不用病就不用醫 所以那套儀家術呢 就當年呢 是我們五十幾個成就者呢 在這個meditation之下呢 是會想出來的 看個人體的結構 那樣就設計這套儀家術出來 就傳出來 就叫人們練呢 就根據有些動物的形態 譬如舉個例子 那時候教大家 縮起頸 這樣扭頸 那這個就是 在動物那裏抽出來的方法 你又可以保健 所以我們的儀家宮呢 就希望防止人呢 不用病的 整套學問呢 就應該他們來 用在東方澳西方澳 都在我們古印度的FIDA醫術 是流出來的 那我相信在現在我們人類 這麼聰明 我們智慧呢 是有責任呢 是再將你兩套衣術 西方衣術 和東方衣術呢 應該大家呢 是合併在一起 無論你用什麼形式好 所以我上一次我講過 高永文醫生 他在2008年 他們已經有一個 中西醫綜合的會 希望高醫生呢 繼續發揚光大 大家呢 就不是去對抗的 就不是說去互相排斥啊 互相去貶低大家的 他各有所長 各有所長 如果你是為了人類的健康 為了人類的幸福 那應該是放下很多成見 但也都要 有一部分呢 是要做的 因為基於世界上呢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商人呢 特別做藥廠的大老闆呢 他為了保持這個業績 他開發的藥呢 又很貴成本 他變成了呢 他用不同的手法 運用不同的影響力 去入到很多國家的行政架構 是令到很多國家呢 都要賣他的藥 就算香港都是 為什麽小朋友不打那十種八種針呢 你是讀不到書的 不讓你上學的 那你強迫性去打 究竟是否真的要打這種呢 就算我打這種防疫針 打完之後真的有沒有效呢 或者我不買他這種藥 我豈不是還有其他更加好的藥商 我要用呢 這個值得大家要探討的 如果你不去探討呢 就要給別人一些全身不良的藥商 他用一些不乾淨的手法 他用一些不乾淨的手法 在中國呢 都揭發了出來 有藥廠行跪四十億 是賣了報紙的 我們現在看報紙看到的 他利用這些這樣的不健康的手法 也都串謀一些被人收買到的醫生 被人收買到的醫生 這樣就令到藥廠變成了弱霸 令到所有的人類呢 每個人都要跟他打工 這些是很貴的 所以我經常都很奇怪 印度都整十幾億人 那他的人你不值錢呢 為什麼你政府不可以 現在你香港政府不給印印度藥入口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不給入口呢 比如說市民 我自己去博 我去買印度藥 我不測試你政府負責 你政府救我不到 二萬元一劑標靶藥 我印度賣一千百元 我不用讓你醫治我窮了 為什麼政府不做呢 今天你那些愛國愛港 中聯辦啊 中央政府啊 你那些自認啊 愛國愛民的僱員啊 麻煩你們三思 是吧 因為窮人有病是很慘的 非常慘 是很大件事 所以今天小弟很少說這麼多東西 沒有貓主的 小弟 隨便說 很多東西還沒說 很多東西還沒說 對不對 有個網友說生蛇 很簡單的 如果你說真要真量的 我不是踢你的醫管和醫生 你隨便抽兩個證出來 抽幾個證出來 分開來搞 我找一個 我找一個 我找多兩個人 找多兩個人 我帶頭三個人 你又學回以前 一九二九年這樣 你找十二個病人 你弄六件 我弄六件 看誰快好啊 都還可以的 我沒有牌的 大哥沒有牌 我不代表我沒有醫術啊 我學菲達醫術的 我佛達的學位 我佛學下面呢 就有醫明學 我不用掛牌 我不用靠行醫生 吃 因為我做律師 考了一個律師的學位 我不一定要掛牌 但你不可以否定我沒有那個律師 那個專業的常識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了社會的穩定 以及為了社會的同胞的安危 今天小提講多一些 希望大家認識 也想到呢 將來的醫療改革呢 是任重到遠的 因為現在的社會呢 你那個保險呢 就不是代表政府 以為呢 我做了那個醫療保險 就當完了 醫療保險呢 成立了一個重大差獲 醫生一坐下 問你有沒有印索買嘛 又說計算了那張單 就用到你盡了嘛 打多幾個欄 照多幾次嘛 我們怎樣在這些矛盾之中呢 要走出去找一個解決方法呢 是真的要很多人去研究的 這個不是這一代人的工作 我當然啦 我在中國已經給了很多公閒了 最近寫多些 我又拍了香港的資料啦 我讀人背脊華明的 我最近幾天 讀你們醫管局的背脊 就是你們醫療事故臺邦 我在行廳公民給我自己中國的朋友 在給我中國和我合作的部門 我說呢 這個一定問題呢 要解決 不只是香港 包括中國 如果你解決不好呢 你就給我醫療藥療呢 你就會傷害我社會啦 美國現在都是為了我醫療出事嘛 我經濟 奧巴馬頭好行賣 都還未解決的 是不是 也都希望所有現在行醫的人呢 你們是有良知的 有一個社會的責任 特別有些上年紀的醫生 你都不需要買人帳啦 希望你們大家 將感覺到 在那個醫療制度 有些什麼好的方法呢 應該盡量提出 那 香港的醫護呢 人手嚴重不足啊 多談有沒有什麼好提議啊 提議就很簡單啊 因為培養醫生 培養護理人員呢 很浪費時間 又很貴的嘛 那你有這麼多國家 你看看哪些國家 有人才做了有十年 百年以上的 那你就一經來考過市 就可以請他啦 嗯 但這個都不夠力的 如果講香港的醫療 你那些地產商有錢佬呢 真的要拿錢出來做一些化驗所 化驗所 就不是單單提倦所 還有呢 他們現在呢 要提倡那個 醫療和那個 賣藥呢 要分開的 因為現在醫生呢 配賣藥給你嘛 他為了燒些藥 有回湧 那當然就寫多些咯 好了 那個保險制度呢 就更糟糕 他們呢 看著你那張保險單 來開藥的嘛 即是你CAM到一千元 他跟你搞夠八百幾九百的了 很準的 所以他現在看醫生呢 就問你有沒有燒賣 跟著要問你那個燒壓 你賣了可以CAM幾多 計算吧 如果你的燒壓高呢 就開張單給你多幾次 打多幾個欄 收多些湖湧 那些壞東西的嘛 嗯 所以他現在呢 就剛剛早幾天呢 即是不知我們不做大啦 我們出了街呢 有些人就說這個 醫療政策要改良啦 就香港政府呢 在早兩天呢 就公佈了 就立刻有個特別會議 就說要將那個醫生呢 和醫療呢 要分開的 但外國已經分開了嘛 如果不是你有conversy的嘛 我做醫生 我賣藥 在我們古代不賣藥的喔 譬如我做中醫的體診呢 我看完那張方給你 你去執藥 變成我沒有衝動的 如果我賣藥 那我就開了幾次 讓我的藥好生意 那裡有conversy的 這個是好的 那裡開始的 但在世界上 很多台灣啊 很多國家都是醫生 不賣藥的 即是我開了一張方給你 你去外出賣藥 那就公佈嘛 你哪間藥房買你就買咯 即是我本身沒有你的尺寸 這個是值得支持要做的 但做得太遲了 應該要提早要做的 我們中醫呢 曾經給過德國一些大的醫生評價的 他們開會 有人問到 對那些德國醫生呢 他們醫了那麼多血症呢 怎麼看法 那德國的醫生呢 就有一句評語 他說中醫呢 就不科學 老土兼糊塗 但是呢 就醫到人 西醫呢 就很科學 就很清楚 不過你就醫不到人 他的評價就是這樣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什麼 那你就應該要大家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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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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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